小马是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官 这天他奉命送一位上尉回部队 行至一片小树林 两名德军假扮宪兵拦住了他们 上尉有些怀疑 醒来后 小马已经在审讯时 这些德国审讯人员相当有经验 即便是在训练有素的士兵 也扛不住几轮审讯 仅仅过去三天 小马的心理防线就被攻破 他供述了美军油料库的位置 小马曾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就连同为耶鲁校友的德军上校都嘲讽他 随后 他跟随大量战俘乘坐火车 前往德国北莱银海茂的一座战俘营 恰讽美军两架P51野马战机偷袭车站 战俘们被当作战略物资遭到轰炸 许多人因此而嗓声 不知道谁想的办法 大家排队摆出POW战俘的标志 这才迫使战机停止轰炸 又经历三天长途跋涉 这群人才终于抵达奥格斯堡第六战俘营 营区内几乎清一色都是美军 在这里 军衔最高的为威廉上校 他既是战俘们的最高长官 也是精神领袖 战俘营营长司机上校在新人到来时就给他们上了一课 绞死三名逃跑的俄国战俘 他警告所有人都老实点 只有遵守规矩才能活下去 作为中尉军官 小马应该享受军官待遇和威廉上校他们住在一起 威廉是军人世家 祖上三代都是军人 他自己还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 他询问小马 你提供情报给德军没有 小马表示 没有 他们只刑讯逼供了三天 然后就把我给放了 此话一出 威廉就知道小马在撒谎 这间屋子里的人都有过相同的经历 他们至少都被刑讯逼供数十天 甚至一个月之久 威廉没有戳串他 反而直接把小马安排到普通士兵房间居住 或许当他走出房门的那一刻 就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战俘营内等级森严 人心叵测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拼命努力 自然 这里面还混杂有许多告密者 新年一时 被福德上市通过特殊渠道 为小马搞到了新的靴子 当然 这不是免费的 尤其是在战俘营内 作为交换 他必须交出自己的手表 这天 营区内又迎来两位人物 黑人小哥 他们是美军少尉飞行员 白人堆里混进了黑人 自然有人不高兴 很难想象 他们对黑人的仇恨甚至超过敌人 没有骑马的尊重 礼和尊卑 甚至充满了阴谋 这一切都看在小马眼里 深夜 他发现一丝异样 白天 他试图与黑人小伙沟通 两人十分拘谨 看得出来 他们对白人十分不信任 从美国乡村到德国战俘营 即便是他们为国而战 依然难以逃脱来自白人的歧视 第二天 德国人发现一根银钉失踪 怀疑有人撕拿 看守从小黑的床铺底下 发现了银钉 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栽赃陷害 根据营规 私藏武器必须判处死刑 小马立即想到 昨天晚上 贝福德上市悄悄外出 想必他就是去干这个事情了 威廉前去和司机交涉 没想到 司机更是爆出 有人利用收音机 在营区内收听广播 这些隐秘的事情 必定是出了内奸 事情过去一天 又有人横死营区 这一次 竟是贝福德上市 顿时 所有人将怀疑的目光 转移到了另一个小黑身上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 这是一起种族仇杀 另外 由目击者证明小黑就是杀人犯 威廉与司机交涉 这件事情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了 必须得通过军事法庭审判才能解决 在枯燥而法卫的战俘营来一场演义性质的军事审判 或许还不错 司机同意了 实际上 在他心里就跟看戏一样 美国人整美国人一定很有趣 司机给了威廉时间 必须得在周末前完成审判 届时 他将收回场所 因为即将有一千名美军新战俘将要入住 审判地点就定在戏院内 近段时间 戏院一直在排练表演节目 威廉上校也非常上心 几乎每天都会过去查看 他把小黑辩护律师的重任交给了小马 小马曾看见当事人外出 他试图说服小黑 他们之间只是一个误会的争执 并不是蓄意谋杀 小黑则访问道 兄弟 你是不是先应该问我 人是你杀的吗 小黑是来杀纳粹的 是非对错 他还不糊涂 小马并不相信小黑 他很容易就能联想到 一个犯罪人员在面临审判前为自己开脱罪责的行为 诬陷 小黑白口难辨 他迫切需要一个能懂他的人 小马似乎有些动摇 不知道为什么 他能感受到小黑内心的那份孤独和绝望 他决定深入调查下去寻找真相 威廉警告小马 不要什么都说 你把我们的秘密都告诉了德军 就等于伤害了所有人 在停尸房 小马遇到司机 他递给对方几张案发现场的照片 还有一块手表 小马就是用这块手表做交易换的靴子 司机很有兴趣帮助小马 他表示 你可以审问任何人 包括德国士兵 司机也是耶鲁毕业的高材生 这么做足以让小马感到震惊 这家伙到底想干嘛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 小马围绕案发现场暴露的证据 为小黑进行辩护 原告被告均提供了大量证据 司机看到小马相当被动 便邀请他畅聊一番 他拿出一本美国军事法庭手册来支持小马 他断定 假如没有这本书 小黑就死定了 司机还有更怪异的举动 他拥有德国最后一张黑人唱片 他想邀请小马一起欣赏 得到了司机的帮助 第二天 听证现场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度引得威廉叫停辩论 单独把小马拉出来谈话 他警告小马 别再被人当枪使 我们的案件我们做主 不要让别人插手 可能小马此刻还并未意识到 威廉的弦外之一 当然 威廉也不能和他说太多 第三天 小马在庭上还原了 当晚被复得上市被杀时的状态 小黑以为自己做了最后陈述 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 在发生战争时 他都做了什么 他没有对不起 更温馨无愧 这天夜里 小马又发现有人外出 他便悄悄的跟了上去 没想到 在戏院的下方 正有人在挖地洞 没办法 威廉只得紧急召见他 讲出实情 他们怀疑在战俘营周围的工厂 是个军工厂 挖地洞 就是要炸了他 关于被复得上市的死 实际上是他下令做的 因为被复得上市经常向德军告密 势必会将他们的秘密捅破 所以 借助上次黑人事件 他便下令干掉他 然后嫁祸给小黑 当然 整个审判事件也只是掩人耳目 拖延的时间越长 那么维挖掘地下通道争取的时间就越多 之所以之前不告诉他 那是因为他害怕小马会再次泄密 毕竟 他来到战俘营时 就已经撒过谎了 小马一直在为自己泄密的事情深感自责 听到威廉的这番话 他似乎对威廉又有了新的认识 牺牲一个人 成全所有人 小马有些左右为难 要么小黑死 要么泄密 这把钥匙现在就窝在他手里 他必须尽快做出决断 没有时间了 庭审最后一天 威廉假装生病 退出庭审现场 小马一反常态 告诉众人 真正的杀人凶手 不是小黑 而是自己 这不仅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司机也大吃一惊 戏院底下通道已经打通 士兵们开始忙碌起来 运送弹药 既然有人承认杀人 这件事情总算可以了结了 司机命令所有人 全部到外面观看行刑 以司机的智慧 他不会想不到 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尽管怀疑 可他还没有找到证据 营区人数少了35个人 包括威廉上校 就在准备行刑时 威廉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今天晚上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 否则所有人都得死 威廉过来就是来承担责任的 看来成功了 三个月后 德国投降 战俘营的士兵们 缠播解放 好了本期故事情完结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记剪辑视频右下方 订阅关注 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见